《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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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參觀國使館 我是國使館館長陳怡生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主題是 《關鍵1991》 李登輝與台灣民主元年 因為李總統在去年的 7月30號去世 所以我們選7月30號來開始這個展覽 也是一個紀念的方式 我們雖然重點就是1991 但是所談的其實是 李總統在12年任內所做的種種 那麼請大家跟我一起進入展場 展覽的主題就是關鍵1991 所以這一年 這一兩年 世界上發生了一些大事 跟台灣的政治之間 其實也是互相牽引的 像1989年就有中國的天安門事件 然後波羅的海三國 有這種兩百萬人的一個人鏈 自由之鏈 那麼這件事情呢 也讓我們國內 包括好伯村院長 行政院的好伯村院長 他呢在行政院的外務會議上來講說 可見這個世界民主的潮流是擋不住的 那麼只要大家團結在李總統的領導下 來進行台灣的第二次的這種 它這裡叫做改革 這個叫做第二階段的憲政改革 所以這個檔案是1991年的8月 的一個行政院的會議 這個就是說我們裡面的展覽呢 就是會把這一點發生的重要事情 用這種方式來呈現 他是一個很愛讀書的人 他是在歷任的總統裡面呢 在這一點的特色是很明顯的 所以呢 在他歇任之後的這個洪西山莊的書房 就是長這個樣子 基於對生命的關懷 有關於生命哲學的探討 他對於佛教或者是禪宗這些事 也有相當的興趣 那至於說醫生哲學呢 就也表示說 李先生他青年的時候 對於這種哲學的思考 對於生命的意義 其實就相當的關注 探討這些東西 是一個青年李登輝 他就開始關注的事情 當然有關於這個博士論文 為什麼要選這個農業經濟的一個課題 他也是關心到我們台灣的農民 台灣的農村的處境 所以他因為有這方面的一個關切 還有他的學術的成就 後來才被蔣經國院長 行政院長蔣經國呢 所戲眾 提拔他來擔任這個行政院的政務委員 所以說他的讀書生活 他的這樣的一個知識的生涯 其實跟他的政治生命是結合在一起的 國使館是我們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的主管機關 所以歷任的總統副總統 他跟職務有關的文物都是要由國使館來典藏 這個油畫的重要性在於呈現說 我們對於原住民的稱呼 今天大家耳熟能想都叫做原住民族 或者原住民 其實在之前包括1991都是還沒有的 就是到了1994年修憲的時候 才把原住民族這個概念放進去憲法 就是原住民族是一個集體權的概念 原住民也就是說對他一個尊重 那如果叫做三包 三弟同胞 平第三包 這個雖然過去已經約定俗成 可是總是覺得不尊重 那這一點我們也相信 台灣的原住民是相當珍惜的 那同樣的就是1996年 因為是第一次的總統民選 那麼台澎金馬的國民來 有這樣的一個權力的行使 這對於台灣其實作為一個民主國家 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所以他的就職演說就把它 刻寫在這個詞品上面 這就成了一個總統就職演說的詞品 這個也是非常珍貴的 要了解李登輝這個人 那應該是從他親身所用過的一些文物 也讓我們的觀眾來了解一下 那這裡面有包括李前總統所用過的眼鏡 老花眼鏡 鋼筆 還有他的名章 他的簽名章 那麼這裡面還有一個科技公司 所送的一個光碟 就是把它康乃爾大學之行 所演講的那個民之所欲藏在我心呢 做成光碟 那麼在90年代這個應該是比較稀奇的 不像今天這麼普遍 所以說這裡面呢 當作李仁總統的文物裡面的一些珍藏 可以跟我們的觀眾分享 我們來看李登輝總統他就任的開始 1988年 就是蔣經國總統去世 1月13日 他立刻以副總統的身份 繼任為中華民國第七任的總統 那這個7、8、9這三任 總共擔任了12年 那所以說剛開始的這個世辭 還有他舊職所穿的西裝 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文物 那我們當然接下來可以看到有 國民大會代表選出他的時候 這個是1990年 就是3月學運的那個時候 因為剛好山上在選這個總統 那麼前面是繼任的 那麼這個是選任的 那再來第三次就是1996年的 台澎金馬的人民所選出來的 所以這個是第九任總統的一個當選 所以這裡面呢 我們看到他這樣的一個 三任總統的一個證書 或者說他這樣的一個證據 那麼這裡面呢 這個書桌就是李總統呢 親自使用過的 就像剛才看到的文物一樣 就是他個人有使用過的東西呢 就成為我們所保管的文物 我們現在要看1988繼任之後 就是到了1990年 要成為一個被選任的總統 那這裡面呢 是不是一個容易的過程 那麼我們回看這段時間呢 其實是驚濤駭浪的 那其中有一個特別的助力 就是來自於社會上學生運動這件事情 在1989年有一個天安門的學運 可是1990年的台灣 在中正紀念堂裡面呢 有五六千名大學生在那邊群聚靜坐 他們提出了四大改革的要求 就是解散國民大會 廢除臨時條款 召開國民國事會議 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 那這些力量呢 都成為李總統他改革的一個助力 也就是說不是他個人要的而已 社會上有這些聲音 所以當他在面對黨內的一些 比較保守的主張的時候呢 可以有比較大的一個力量來突破 因為李總統所承起的是 是兩蔣時代所竊立一個黨國體制 所以叫做動員勘亂時期 這種非常的體制呢 其實在解緣後 受到了更大的挑戰 那李登輝總統他應該 心中有這些準備 可是碰到了三月學運的這種壓力 使這個更明朗化 就是說要結束動員勘亂時期 這件事情呢 在1991年的五月 李登輝總統就來宣布了這件事 那麼他一再的提 他後來的回顧也說到 必須先把動員勘亂時期 這種臨時的狀態結束 才能夠進入一個民主的國會的改選 才不會有那個萬年國會 因為萬年國會的存在呢 就是以這個大陸淪陷這樣的一個說詞 所以說在展開民主化的這個工程裡面呢 結束動員勘亂 是發生在1991年的五月一日 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李登輝所承接的 其實是一個黨國體系 那麼等到他自己接掌這個總統的大位的時候 他必須面對的就是 是不是這種老法統 就是國會這樣的一個老代表 繼續當下來怎麼辦 他要怎麼更新的問題 所以這都牽涉到憲法的部分 在1991這一年呢 確實有很多的社團 包括我個人參與過的台灣教授協會 也都來主張這種自憲論 所以說1991年當國民大會代表 要在楊明山修憲的時候 我們有組成一個自憲聯盟 然後來抗議這個老賊修憲 當時那個417大遊行的步條 就叫做反對老賊修憲 那這一年呢 我們不能忘記他年底 就要選國大代表 所以這一些舉動 這些訴求呢 其實都讓台灣社會 開始要去面對去思考 這個選擇的問題 那麼大家也可以看到 這樣的當時的簡報 這個簡報就呈現出說 除了學生之外 我們的教授學者也有參與其事 現在我們要來談獨台會事件 所謂的獨台會就是獨立台灣會的簡稱 他是由史明先生所創辦的 他史明長年在日本 稱為黑名單 那對於所謂的四青年 就是由陳正然 他是台大社會系畢業 那麼廖偉成呢 他是清華大學的歷史研究所 他還在學 另外有一個林雲甫 還有一個王秀慧 這四個青年呢 他在1991年的這個母親節被捕 用這個懲治判斷條例 還有刑法100條來起訴 那這件事情 其實是發生在李登輝才被選為總統不久 而且已經解除戒嚴 已經準備要跟對岸有一些交往了 所以說還是用這種 懲治判斷條例來起訴的話 其實是引起很大的反彈 特別是情治人員 還到清華大學的校園 去抓這個學生 還去翻箱倒櫃 所以是引起很大的一個反作用 所以五月的時候 有一個叫知識界 反政治迫害聯盟 那麼大家聽得出來 這個五月的這個反政治迫害呢 是比較由成社這個社團來領導 那剛才講的這個四月份 有一個這個學生教授制限聯盟 那比較是以台灣教授協會為主 跟學生一起的一個行動 所以五月份的這個反政治迫害 它是因為獨台會事件而引起的 而且雖然這個 這個懲治判斷條例 因為學生的這個街頭運動 而五月的中下旬就要廢除 可是還有刑法一百條呢 所謂的言論思想判斷這件事情 必須要處理 這就是接下來的這個 一百行動聯盟 所以一九九一年呢 除了有關於國會改選的這種民主參與之外呢 有關於戒嚴時期所留下來的這些 限制人民言論思想自由的這些束縛 都要把它鬆綁 這也就是看得出來一九九一的重要性 島內的黨外民主運動 跟美日的這個台獨運動 確實有相當的密切關係 所以在一九九零年的初期 九零年代的初期 海外的 不論是來日本的 或者是美國的 原來是黑名單的 不可以入境的 也都紛紛要闖關回台 這是我們知道九零年代初期的一件大事情 當時的社運遊行所主張的就是說 你必須要有暴力 你必須要有訴諸於這種破壞的事實 這種行為 行動 你如果只是在言論思想的層次 那應該被憲法所保障的 所以這裡面呢 為什麼有所謂的一百行動聯盟 一百其實指的就是刑法第一百條 那麼它呢 剛好是跟雙十節兩個圈圈 是發生的關聯 這是因為在五月的反政策破壞運動 然後呢 九月的時候有一個 酒吧公投大遊行 那麼有關於這部分 也歡迎大家來我們的網站 或者是我們股市館的出版品 來進一步的閱讀 我們所謂的選舉競爭 或者競選 不應該只看到說 官方宣布競選活動開始 那麼十二月幾號開始到幾號 可以公辦證件會 我想那是比較狹義的 所以就一九九一來講 因為發生了這麼多的事情 不論是反對老賊修憲 或者說四月的這個 反政治迫害的遊行 或者是公投的大遊行 以及反閱兵一百行動聯盟 那這些都課題看起來不太一樣 可是又互相關聯 得一種朝野的競逐 到了十二月的時候 終於要投票了 那結果到底是怎樣 我們從這個投票的結果看出來 中國國民黨還是獲得壓倒性的多數 他的得票率是71.2 那民進黨是第二大黨 他是23.9 那我們除了看得票率 還是要看他的席次 國民黨得到的席次其實是超過75% 四分之三 那民進黨不到四分之一 如果按照國民大會的修憲的規則 超過四分之三 那等於是掌握了這個主控權 這就是說 李登輝他在1991的這樣的一年的競賽裡面 可以說獲勝 那因為你接下來要推 1992的這個立法委員的全面改選 下面還有要不要省長民選 然後要不要總統執選 這些東西必須在這一個 第一回合的這種訴諸民主競賽 那個時候已經沒有戒嚴了 不像早期那麼樣的選舉不公 被民間所懷疑 那麼到90年代大概是相對而言 是相當公平公開的一種競爭的情況下 那國民黨獲得這樣的一個勝利 這就是說 1991確定了李登輝的這種修憲的路線 民進黨的轉型跟國民黨台灣化 台灣ization 的一個轉型 其實是到了1999年有一個趨同的現象 這兩黨其實在這個國家定位 或者有關於大政方針呢 其實有一些類似的現象 這是我們所看到的一個政治現實 我們這裡有幾張照片 就是國使館所典藏的 所以上面都有典藏號 這是因為總統任內的文物的收藏的 一個權利的關係 所以藉這個機會把它展示出來 就是包括他在任內的一些國際的參訪 或者跟外國元首接觸的一些狀況 這顯示出來說 除了內部的民主改革之外 李總統他其實對於台灣的國際地位 其實是有他的一個想要去追求改善 想要走出去的一種努力 在李登輝當時經過六次的修憲 然後陳水扁總統的時候有再加一次 就形成我們今天 中華民國台灣的一個憲政體制 所以我們說李登輝總統這12年 他不只是帶來Democracy 就是Mr.Democracy這種民主先生 其實對於台灣的國家定位 我們說他喜歡講中華民國在台灣 或者中華民國台灣 這個詞其實在1996年的康奈爾的 民之所欲藏在我心裡面 其實他已經公開那樣說 對世界的人說 所以這部分我們是在認識李登輝的一個成就 也是我們中華民國台灣的一個民主成就而言 是必須要了解的 那麼李登輝基金會它保存了 相當的李總統的一些文物 其中包括影響李登輝總統最大的三本書 他們有把它重印 那麼有關李總統他很喜歡的一些名言家具 比方說我是不是我的我 那這個他也喜歡講這句話 我們前面有提到他的哲思 他從小就喜歡探討這個生命的課題 那因為他從一個日本時代所生長的人 那麼經過了中國國民黨來台之後 叫做國語式時代 日本的國語變成中國的國語 然後一直到留學 所以他這樣的一個語言的轉換 他應該怎麼樣去看待自己 或者看待國家 所以李登輝的行為或者思想 其實是常常有這種信仰 宗教他們的反思 就是以李總統的一生的全貌而言 那12年的總統任內 可能因為這個權力的 總統的權力很大 他可以做很多事 可是呢也因為他的角色的限制 他沒有辦法把他年輕的夢 或者說他歇任以後 還想去完成的事情 在這12年表達 因此我們也多了這個區塊 就是說他歇任以後的李登輝 所關切的事情 那這裡面我們才能看到一個 比較完整的李登輝 那其實看到的是一個台灣人的 生活史的縮影 你可以說他像我們的父兄 跨越了不同的時代的一個人物 那他是怎樣的一個愛讀書的人 他是怎樣透過自我的鍛鍊成長 當機會來的時候 他能夠為台灣做很多重要的事 那當然因為台灣有台灣的歷史處境 在太平洋西邊的這樣一個島嶼 在中國的旁邊 然後這邊有日本 那邊有美國 所以說他在這12年裡面 想要把中華民國台灣走出去 的這些努力和挫折 其實都可以給我們今天 乃至於以後的一個參考 一個重要的參考 所以我們今天辦這個關鍵1991 不只是要認識李登輝 其實也是認識台灣自己 認識台灣政治發展 有這樣的一個重要的意義 我們不敢說提供了所有的答案 但是我們把我們看到的 我們所想到的 給大家做參考 發展在一起 不想到的 我們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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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封鎖 在一起 我們想到的 我們想到 我們想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